来,三岁半有宝贝的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来到星期一了,又是我们快乐学运笔的时间 同学们准备好没有这本书,还有我们的笔,我们的三角笔,以及我们的交叉 然后还记得怎么握笔吗,其实三岁四岁我们都要很专心在看他们的握笔的姿势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今天我们要开始做的是第十页 上个礼拜我们做到第九页,对吗? 好,做到这个金鱼的第九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第十页 来,小朋友,你们看到这是什么地方? 对了,这是一间屋子,屋子 好,我们来读一读这一个 请小朋友沿着,在我们做练习题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他要我们做什么 一定要读小朋友沿着虚线 练习运笔画线 运笔啊,好,就是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这个运笔 好,握笔握好了 所以上面来,你们画了这个屋子,帮你们画了很多了 你们只要跟着那个虚线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画它的屋顶 它的屋顶有短短的直线 有长长的直线 直线都是从上到下的啊 因为啊,今天没有给我们箭头了 好,啊,你就跟着从上到下 再来,我们看到它的夹啊 这边你们自己画完哦 然后这里是波浪的 你们就画着波浪 其实它没有给到箭头 我们可以从我们喜欢的方向开始 画上去像波浪这样子 所以你们帮老师画完哦 再来我们画窗口 窗口是一个 是一个正方形的 直线由上到下 横线由左到右 我们都是这样的 然后画下来 对吗 再来我们要画两个窗口 另外一个窗口 你们自己画好吗 还有画门 门,家里要有门哦 不然就画 就不能进去和出来了 所以这边有弯弯的地方哦 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在弯的地方呢 可能会比较出问题 所以家长们可以观察一下 哇,好漂亮的屋子就画出来了 过后你们可以彩色哦 其实通过彩色我们就可以 如果它是比较不强在运笔和卧笔 我们就可以加强在它们彩色 再来小朋友们 这个是什么交通工具 裸理哦 你看,因为这边没有画出来 裸理 好,我们看一看 它要小朋友做什么啊 请小朋友依照箭头 这次有箭头了 哇,好多箭头 你看 方向沿着虚线 点点点的线啊 练习画线 这一次老师有规定哦 老师规定你们啊 我们从小画到大 很多越来越大 对不对 然后我要你们的这一个 横 这个竖 照着这样子画 我们也是在练习这个笔 笔顺哦 笔画 我们就要跟着老师的指示哦 我们要横 然后折下来 好 这边同学们自己去画哦 老师画一个最大的 横 哇 好长哦 好长哦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训练小朋友 完全这个长度不要断 哇 好长哦 好长哦 你看可以的话 不要断啊 不要断掉啊 所以呢 我们也就 可以跟小朋友 玩这样的游戏 多鼓励他 就是不要断 不要断 然后直接拉下来 这个是训练他们的运笔 好 再来十二面 十二面怎么做呢 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十二面 请小朋友依照箭头 有看到箭头吗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四个箭头哦 的方向练习画 这个虚线 好 他要我们呢 画虚线 好 所以这边你有看到吗 其实他是 先这个是左右脑的咯 所以有时候有些小朋友看不到的 你有看到这边是一条路吗 这条路找到了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马路来的 你们有看到吗 啊 又找到 这个也是另外一条马路 有看到吗 找到这个好像帽子还是什么的 可以给小朋友去看一看 发挥自己想象力 因为这个我也看不懂 其实我们大人都看不懂什么 所以小朋友讲什么都是对的 好 就给他们鼓励他们去思考 好 来 画下来这个 这个是那个马路来的 好我们一起来做 第一个他有画了一半给你 我们要把这个路画出来 啊 有吗 找到了 第二条路 有看到吗 啊 跟着马路我们找到了 嗯 嗯 来 这条你们自己画好吗 老师叫你们画最后一条 滋滋滋滋滋跑快快 啊 可是不要画到乱乱啊 然后这边就 拉过来 啊 找到了 好像是帽子哦 还是什么 你们才告诉老师 好 接下来我们 呃 这个画完了 我们看 今天我们要做到第十三面 十三面 诶 这个 也是画马路的 请小朋友们 依照这个箭头 我们也是有看到 几个箭头 四个 一 二 三 四 好的方向呢 来画这个虚线 来画虚线 所以 就是把 这边有一条马路 这边有四 四只动物 所以我们有四条马路 对吗 好 我们来看哦 第一条 可是我们要照着它的线哦 有一个尖尖的地方 啊 找到了 好 第二条自己画 老师画第三条 我们就照着 啊 找到蚂蚁了 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做 十四 我们从第几面开始 今天我们从第十面 第十面 屋子 第十一面 呃 第十一面 罗里 第十二面 我们要学这个左右脑的 找那个路 找东西了 和第十三面 找动物的 十三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里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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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